昨天听说习主席的夫人 彭副主席都出来了 彭副主席都出场了 七哥说对了吧 七哥咋又蒙对了呢 哎呀没有几个人知道南普陀佛会议 没有几个人知道习太阳怎么想的 荒康啊 这个世界荒康啊 今天早上有个战友 我说我往谁给我发信息 说这个郑州玉达酒店 变成了万达园景酒店 挺好 只要不把郁达的员工扔在马路上 别穿着睡衣扔在马路上 叫万达 叫王健林都行 叫王思冲都行 东西通通你都拿走 你先保管着 等到时候我们再拿回来 只要别虐待员工 别虐待家人 你怎么折腾都行 王健林还是在大连的老人啊 大连法院跟他还是好啊 搞给王健林了 这里得多少回扣啊 那咱就不管了 只要是对我们不把员工扔在马路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郁达早晚还得回到我们手里 或者他变成活手郁达 着火呀 失火呀 天然气爆炸呀 是吧 都有可能 因为郁达的管理 那不是开玩笑的 一年前就听说他们已经搞定了什么 这个政府啊 法官啊 已经准备接管郁达呀 已经准备接管郁达呀 花样年没搞成啊 万达王健林搞成啊 但愿他能管好吧 一路走好 希望郁达在他手里的时候 不要变成活手 活佛手 活佛手 走着看吧 看看王健林能活到的时候吗 另外一个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疫苗啊 在德国在英国 非常的激进 不打疫苗要抓起来啊 甚至要不再要禁止你去任何地方啊 还要把你扔进监狱去 还要受到惩罚 他们越这样极端 越有机会把疫苗给停下来 他不这样极端跟你玩音的 你就麻烦了 是吧 饿死你 困死你 绑架你的孩子 那是真实 到这就是人会反击的 所以大家别着急 别着急